每个城市都需要有它的日记 只有史家记录那些挥舞旌旗的王者是不够的 城市里那些属于个人的 渺小然而动人的瞬间 要有温婉私人的笔调记下 纽约时间很幸运找到了这样一位写日记的作者 纵然疫情阴影笼罩 我们还期待更多的幸运 期待更多的人加入到记忆这座城市的行动中来 你也写日记吗 邀请你 下面进入今天的疫情日记 5月8日 因降温 三个纽约人的恩怨战争 作者斗宛如 纽约的天气一年四季都是细经 跟川普总统一样 回看纽约这一周 一天晴一天阴晴不定 呼呼刮大风 又一天晴接着一天雨 再来一个无比温暖情好的一天 本周末天气预报说 美东将迎来42年来温度最低的5月 兼有暴风雪 美国最近斗病毒斗不出花样了 改斗中国 看来还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提起斗病毒 现在但凡提起一个国家 好像都比美国强 川普政府顺势导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的群体免疫的怀抱 横下一条心重启美国经济 反正生病也是死 没钱也是死 最后都是死 只是死多少和怎么死的问题 在各种死法面前 川普政府做出了庄严的选择 不管怎么死 反正不能穷死 所以川普要把横在重启经济前面的绊脚石踢走 本周二 副总统彭斯说白宫考虑关闭新冠工作组 把这个由他本人领导的专家工作小组解散 相关的工作合并到 虽然理论性差 但救援行动更强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手中 话音落地 绝不放弃的希拉里克林顿出来放炮 说他看出来了 这个政府做出的丢人现眼的所谓计划 就是没计划 大家一定会跟着遭罪 11月大家一定要把川普给选下去 媒体也纷纷炸锅 说这可能是川普自上任以来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 说现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越战 数字还在节节攀升中 已经飞速甩锅7万 说病毒还处在可怕的变异之中 新病株正在传播且毒性更大 儿童人群正出现疑似与新冠有关的川奇病案例 而究竟什么叫抗体尚无科学定论 最关键的疫苗如今遥遥无期 脑子这么长的人怎么可能想到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把这个传染病学家为主的专家团给取消了呢 有人批评川普解散新冠工作组的举动 相当于在1942年的档口 罗斯福总统宣布他想要专心重振经济 不想再花什么力气对付希特勒和纳粹了 连布拉德·皮特都遇见了川普这危险的一招 早在4月25号 皮特在NBC电视网自1975年以来 最受欢迎的一档喜剧节目《周末晚间秀》里 细访安东尼福奇博士 略带沙哑的纽约布鲁克林口音 吐槽这位新冠工作组里最重要的专家的不幸遭遇 因一次又一次纠正川普的科学错误 福奇医生最后被总统解雇了 福奇是美国的抗疫领袖 民望高企 有人开玩笑说 Tony现在红道只有Andy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一项调查显示 福奇的民众信任度已经达到了78% 成为继CBS晚间新闻传奇主持人 沃特·克朗凯特之后 另一个最受美国民众信赖的人 而川普此时想解散新冠工作组 无疑是扔了一颗大炸弹 最后他果然被各方的强烈反对意见逼得没办法 第二天在发布会上改口 说正相反 这个工作组会存在下去 但会在不确定的时间段里 以不确定的方式存在 目前这个工作组改了新的工作方向 现在这个新方向是如何协助美国人民 恢复正常生活 其实川普的意思是别拿什么专家和病毒来吓我 我不管 反正我是要重启经济 你不配合我 我就咬你 解散新冠专家组的惊吓还没过去 5月7日来自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宣布要成立一个新工作组 中国工作组 目的是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的威胁 关闭一个以斗病毒为主的新冠工作组 建立一个以斗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工作组 首字母缩写同样都是CTF 对美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 在这么紧要的关头 病毒都可以放下 但中国这个敌人一定要立起来 共和党人为了岌岌可危的总统大选 斗中国也是斗的魔杖了 中国纵有千般不适 美国自己在处理疫情的问题上没有搞好 川普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 眼看连任很困难 于是恼羞成怒 指责中国该为他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责背锅 本周刚开始 川普扯起病毒起源中国武汉实验室 已有证据这个话题 国务卿蓬佩奥也口气强硬的附和 让本周的中美关系 以最后的审判就要开始了 拉开帷幕 没想到的是 突然一个急转直下 本周二 就在彭斯说要解散新冠工作组的同一天 工作组里最最重磅的人物 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 突然发表了对川普和蓬佩奥 建在弦上的武汉实验室传播说 堪称迎头痛击的毁灭式打击 福奇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说 他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认为 病毒极大可能不是源于实验室 而是自然生成 接受采访的福奇博士 一脸老实和腼腆 甚至有小小的紧张和羞涩 却因为选择了最微妙的时间点 和这样一个四两勃千斤的科学问题 给了自从上任以来越挫越勇 连佩洛西发动弹劾案 都没损伤分毫的 美国任我行川普大统领 一记响亮的耳光 同色无期的福奇医生 使出了很厉害的一招 同言无忌 福奇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他的很多下属都盛赞这位医生 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医生本人则声明 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立场 超越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 他本人只是一个科学家和外科医生 如此而已 福奇难道不知道 川普炒掉过多少 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吗 福奇服务过六届政府 执掌国家过敏 与传染病研究所长达36年 打交道的总统里包括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 他比绝大部分人都了解总统拥有的权利 以及总统和总统的差别 福奇在一篇采访里说 有一次医学院50周年的聚会上 有一位服务于尼克松时代的智者曾经告诫他 你每一次进白宫 都要当成这是你人生最后一次 因为你一旦开口回答他们的问题 就有可能是在自觉坟墓 这位性情随和 现年79岁的美国良心 似乎参透了政治斗争的奥秘 他说 每到跟政府打交道的危机时刻 我都会去看我最喜欢的哲学书 《马里奥普佐的教父》 这本书告诉我 大家手头在座的不过是一门营生 让工作的归工作 别把个人喜好和恩怨搁在里面 如果工作中有人表现的不合常理 也不要多加责怪 要把这些人摆平 因为如果你摆不平你就出局了 福奇还有一个几乎让他立于不败之力的杀手锏 就是无欲则刚 他从小上教会学校 高中时读的里吉斯高中 是一所天主教教室 于1534年创办的以提倡服务社会为主旨的 Javius教育系统的学校 福奇的大学本科 圣十字学院也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学校 美国大众把福奇当成这个注重奉献的 Javius教育系统的形象代言人 但福奇说 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母 他们都是医生 一生没追求过金钱 都以助人为最大福祉 我不过模仿学他们罢了 福奇这一句谦虚的话 把川普家的金马桶 把科莫爸爸当过三任州长的有权人家的家事 都轻轻的一下打败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彭斯奉川普之意要解散新冠病毒工作组 说22名官员和专家都解散 只留下其中一位与白宫紧密合作通报消息 这个留下的人是谁 是戴博拉·比尔克斯博士 川普在白宫发布会上说 建议大家考虑一下 用消毒水直接把肺里的毒也消一消食 坐在旁边的正是他 当时可怜的比尔克斯 听着领导说蠢话时 如做针毡的表情 被做成了欢乐的表情包 在网上传了好一阵 本来大家对比尔克斯很同情 觉得他一个好好的科学博士 一个数学家 一个电子工程师的女儿 何其不幸做了外交官 非得跟川普这样的科莫达交道 但比尔克斯接下来的表现 让大家不怎么同情他了 他对川普当天愚蠢的行为 做了很多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开脱和着布 有媒体担心他把自己的声誉给搭进去 每次都带漂亮丝巾出厂 人称斯巾奶奶的比尔克斯 小时候长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县 这个县城离费城不远 去费城旅行的人 大部分都会顺路去这个县看一眼 因为这个县有个著名景点 阿米什人居住地 两年前的春天 我带着孩子们去费城的时候 也去这个县看过 阿米什人的特点是 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 拒绝使用电和汽车 拒绝所有现代科技 没有电灯 手机和电脑 按现在的原生态和有机的标准 他们有的是高大上的生活 比尔克斯小时候的家 距离拒绝用电的阿米什人这么近 但他跟两个兄弟都是科学狂 据说他家的仨孩子 在自家后院搭了个小棚屋 专门用来做实验 物理 化学 生物 天文 地理 还在溜冰鞋上装了个天线 做了个土卫星 在这次疫情里 很多领导者或被动的参与者 都跟纽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斯金奶奶比尔克斯 他的MD虽然是在宾州州立大学拿的 他的大学本科霍顿学院在纽约 位于纽约州水牛城西南方向 大约100公里 前面提到的教父的作者 马里奥普佐 生于曼哈顿城的地域厨房 大学就读的是纽约城市大学 纽约人经常嘲笑自己住在宇宙中心 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似乎又得到了应验 从目前看 美国这场抗议战争的主要人物 总统川普 纽约州长科默和抗议领袖福奇 前两个来自纽约皇后区 最后一个来自布鲁克林 所谓2020美国新冠战役 不过是发生在三个纽约人身上的一段纠葛 好了 本期疫情日记就分享到这儿 想要阅读更多疫情日记 欢迎订阅公众号纽约时间 我是主播小洛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MING PAO TORONTO